当你练习的时候,除了你自己的努力 你一定要有师父看着你 我曾经跟我学生说 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 就是称职的指挥 起码要想着你要做十年 最少 最终三年 我会叫我的学生 你要做机械人 练得丑,机械会这样动 是一定的了 一定的了 过一点都不行 过一点都要打手 这三年你只可以移动到 你不要学别人的大师 你不要学,千万不要学 因为你未有基础 未有基础一学,未学,才学走 结果是怎样? 结死了 所以,初学指挥 你要做机械人 三年之后,你开始学,熟悉了 你开始两个手 可以尝试一起做一些更简单的歌 然后渐渐去到第五、第六年 你会觉得自己是純熟了 入心入肺那些东西 好了 最危险的 当你将每一个pattern 熟到入心入肺的时候 你开始发觉自己 咦,我原来可以有一些新的东西 或者我以前没试过的东西 我够胆去做 这个是非常危险 但也鼓励他做 而一个好的指挥 也一定要闯过最后这三年 就是七、八、九、三年 这三年就是你去发展你那个 添给你那个 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去指挥那个能力 究竟有多少东西走出来 你会觉得我不再需要好像机械人了 我开始可以用手 学一些柔软的东西 可以做一些柔软的东西 我可以控制到 本来是好事 我可以控制到 我不会过分 但是人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人看着你的话 你会越来越走火入魔 你有师傅看着你 你一错会说你 我自己眨眼 我觉得是眨眼的 四十几年 如果入坏 我又五百年入坏 又唱到现在 究竟什么是支持呢 就是自己对唱歌 和对指挥那种热成 是很想去拿 所以我到现在都在学 我经常都看音乐的书 前辈有什么说话 当指挥 你知道就是十年开始 你开始可以告诉别人 你开始指挥了 但是不是就此 就自满了 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合唱音乐是一个宝藏 一个大的宝藏 我以前称它是黑洞 但我后来改了 不叫它是黑洞 黑洞里面太不知是什么 是一个宝藏 这个宝藏里面 你发觉做什么呢 进去多久呢 是在乎你自己 你在里面 你会发觉很多 如果你是想要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有这样的乳气 有这样的金 你不入 你永远都不知道 如果你有这么好才能 成为一个指挥 我鼓励你去这个宝藏里面 但是千万不要自满 指挥最大的力量 就是骄傲和自满 这个是会令到指挥 所有的东西都会退步 多久没有自满 分次见 我们往后 我们 bate accomplish 中文字幕 李宗盛